年入百万开什么车 竟然有人跟我说年入百万只配开个卡罗拉 甚至比亚迪琴矮 哥们买车不是这么买的 我早在十年前14年的时候 银元购获得了一台奔驰C型 全力以赴望复成龙 现在买车跟以前的概念不一样 只要你的资产能覆盖你的负债就可以了 这就相当稳了 咱不要超前消费 也不要盲目去做按揭 但是你只要有条件有实力 该追的梦咱就去完成吧 要么你自己想想 那问起RM9这种车 一个月都能卖近两万台 你再看看董事的销量排行榜上的奔驰一级 因为卖14000多台呀 包括奔驰GLC 奔驰C级都能破万 那这些个车主 都是年收入达到三四百万四五百万 才买的车吗 你就记住宝贝 咱拿自己的年收入 覆盖这台车每年的责损就可以了 不说覆盖这台车的车价 比如说一台落地50万的奔驰一级 咱开一年打八折 不一年亏十万 能承受这台车给你带来一年亏损 咱就可以干 只要不疼就行 不要忘了一台车给你带来的情绪价值 甚至一台车能给你改变 未来这几年你对自己人生的规划 我几乎每年都换车 以前可能二手车换的多 但是这两天开始买新车了 毕竟买车还得交购置税 买车还得附带着一些个周边消费 努力多挣钱 多消费 多交税 我觉得才是光荣的 一定要记住 与其降低自己的开销 不如提升自己的收入 愿在住各位视频前的宝贝们 越来越好 身体健康 坐享其成